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资讯栏连结 蒜泥白啦 好甜喔 来了 我还蛮辣的 看起来 我还蛮辣的 我已经吃几次打包子汤 我已经吃几次打包子汤 我已经吃了几次打包子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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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完美 天啊 你在吃新加者 还有辣椒超强 最爱就是 saint 最爱就是这一分堆 abilities 以上就是我在工地吃便當的樣子啦 一般吃飯的話都會花15分鐘吃飯 那吃飯的時候一定都要配湯 那我個人是配一般的礦鹹水就好 有人說如果不配鹹鹹的湯的話 下午工作好像很容易會 鹽分攝取不夠就會抽屜 但是我個人是偏向喝礦鹹水就好 然後我普遍知道的話 一般做代工的廠的話 便當都會如果在60塊 然後叫來的便當的質量 確實是不是很好 那有時候打鳥會去到魔廚的場 魔廚會叫到80塊的便當 或75塊以上的便當 它的料就會比較好 甚至有打鳥的時候遇過 老闆有叫薩絲米 或者是自己煮一鍋燒酒機在那邊 但是普遍的工地便當 買的價格都比較低 所以它的菜色其實就只能控制在那邊 就會變得不是那麼好吃 尤其是最怕便當店 它一口氣接太大量 所以你的便當可能10點 10點半 它就已經放在那邊曬太陽 尤其夏天它已經曬一個小時的太陽 才能拿到我們從頭上開始吃 就會有一些酸酸的味道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曬太陽 曬太陽有 或者是太悶太熱 所以那些便當都有一些辯子 我最喜歡呢就是飲南瓜 因為它入口即化 吃下去甜甜的 再來就是好像普遍的都很討厭的電話餡 可是我偏偏很喜歡吃那個電話餡 它長得一樣 然後吃起來脆脆的 然後有時候會吃到它的辣椒 或者是九層糖 所以我很喜歡它的味道 最好吃的便當是什麼 雞腿吧 烘肉 因為有油 有些滷肉的湯汁 加上蝦飯 又很好吃 彰化人好像都蠻愛空肉飯的 可是比較喜歡配到的是 辣蘿蔔 或者是 魚類之類的 真的要有魚 沒有魚沒有人生 你知道嗎 希望是有龍蝦囉 個人最討厭的呢 常常發生在高麗菜 或者是空心菜 感覺他們很急 還是炒太大盆 所以味道當然不主辦 其實有時候高麗菜是生的 菜沒有鹹的 那能吃嗎 帶辣椒去工地 這樣才吃得起啊 工地的便當裡面的什麼菜 你最討厭 我這麼討厭 我不覺得東西會有難吃的 就是 都是人家要辛苦準備出來的 沒有用心 耐心 愛心煮的 菜不好吃 沒有煮菜 菜還酸掉 打開便當 就想把它蓋起來丟掉了 吃份量有點不夠 一點都吃不夠 沒有 自認為自己家裡開便當 各位乾爹乾媽們 覺得自己的便當 非常好吃 價格又便宜 請聯繫阿瑞 阿瑞 如果在台中 或者是台北 一定狂叫放你的便當 OK 我們來體驗一下高級便當 秀哥哥的話 到底長什麼樣子 就開箱給大家看吧 大家可以踴躍的說 你們吃過最好吃 跟最難吃的便當 到底是怎麼樣 讓大家知道吧 還沒訂閱了 趕快訂閱 還沒開啟小鈴鐺 還沒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一站啦 掰掰 趕快訂閱 還沒開啟小鈴鐺 小便一直要我做效果 然後又會這邊插話 小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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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